農委會也有相關類似的 這樣的一個程序 那這個程序裡面會有 相關的主政的機關 像這次是科技處 他就會把疑點去釐清 那也會請當事人做說明 張善政團隊2008年 研究計畫爆出抄襲 現在的農委會成了苦主 諸位陳吉仲趕忙了解狀況 說要找當事人釐清 每一個報告都有簽相關的 這些的合約書 那合約書裡面也有相關的規範 所以如果有任何的 我說如果有任何的這些像抄襲或侵權行為 那都有依照相關的規定要辦理 根據農業科技計畫研題與管理作業手冊 第十五條 研究成果如果抄襲 剽棄計畫主持人必須負責扛下賠償責任 甚至撥付的計畫經費要全數繳回 政府出了這個錢 當然如果說這樣的論文 這樣的研究是涉及到是嘲襲的話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那從國家的角度來講的話 這可能是有這個雜取國家的錢的這個問題 檢視當年研究計畫 2008年結案時 農委會主委是陳武收 最後審定委員包括十任資訊中心主任 林真跟中興大學與中研院的學者 林真透過臉書強調這份計畫引用重點資料均有提供出處 但卻沒能解釋大量未標記出處的平貼抄襲 農委會目前正在調查細節 若有抄襲疑慮將開會找當事人說明 試涉五千七百多萬的公帑得加緊腳步 三地新聞汪稱為羅佩宇台北採訪報導 還有侵犯版權 諸多罪名就扣在張善政頭上 民進黨立院黨團大動作開記者會 痛批國民黨桃園市長參選人張善政 過去拿下近六千萬的農委會研究計畫標案 報告裡卻到處都有抄襲痕跡 已經涉及法律責任 抄襲A錢是屬於一種詐騙的一種行為 張善政對於過去啊 他長期來用一個高標準的方式 來檢驗其他候選人 他也應該用高標準的方式來檢驗自己 收集資料 然後沒有具體成果內容 然後繳交這個報告之後 這個旅行契約上面第一個就有問題 交給業主的這個資料 不能夠有侵害到別人的權利 民進黨立委接連開炮 痛批張善政拿政府標案 還搞抄襲分明就是詐騙 而過去林志堅論文爭議 張善政還說政治人物誠信很重要 還嗆他巴不得要當林志堅的指導老師 如今顯得格外諷刺 對於林志堅來說 論文抄不抄 他的獲利者只有林志堅一個 可是問題是 對於張善政的這個研究案的話 他裡面的幾千萬其實都是 我們繳稅繳籃 刑事的部分會不會有 致死公共人員登載不實 或者是說詐欺的部分 五千七百三十六萬的民旨民稿 換來東拼西湊的研究報告 張善政抄襲風波 也重挫他的形象 抄襲加詐騙 這讓桃園人現在是非常的憤怒 我今天就接了好多通電話 用檢視林志堅的標準 來檢視張善政 在地人怒嗆 張善政該用同樣標準自我檢視 畢竟他不但牽扯抄襲 還涉嫌違法獲利 這回力表打回國民黨身上 恐怕一時半刻難以止血 三天新聞簡後期 永遠播的台詞報道